28年前一部古装神话剧 新白娘子传奇横空出世 即便制作拙劣 蓬景居多 假山假草随处可见 可它依旧是多少人童年最美的记忆 剧组当年大胆启用反串 边拍边播 以剧养剧 也是因为一穷而白 连道具都舍不得买 导演不仅省道具 全局50级出场演员上千人 但幕后配音的却只有12位演员 可是又曾想 为找三位主演 导演磨薄了嘴皮 磨破了鞋底 第一个碰钉子的就是赵雅芝 赵雅芝看过剧本满脸欢喜 然后却说不好意思演不了 因为那时 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妈了 不得不以儿子的学业为重 导演没有强人所难 可除着赵雅芝 她找不到更好的人选 于是先把女主搁置 找男主许仙 然而男主同样难寻 不是太彪悍 就是太油腻 始终找不到文弱书生气质的男演员 这时不知道谁多了一句嘴 说找不到男的女的不也行 导演灵机一动 想到了东方舞拜林青霞 可是一部歌剧形式的作品 林青霞本就不感冒 再加上荡气问题 她也不能参演 而当时 碧海青天里喜欢女扮男专的叶童 大受追捧 剧主找到叶童时 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可拿过两次影后的她 还是有些忐忑 因为女主还没有着落 等女主有了消息 她的心却是拔凉拔凉的 世间的女主潘影子 虽然颜值不低 但毕竟年龄已经摆在那了 演员对夫妻明显两人入不了季 一通躺一炮弹后 赵亚之最后被感动 当两人穿上戏服 拍了定装照 导演当时心就踏着了 这戏绝对会火 而陈美琪在接戏时 也是再三犹豫 本来是要出演一部女主的戏 但看到剧本 还是决定参演 现在想想这个女二 怕这二十个女一也换不来的 三个女人一台戏 正直上场 如果说新白娘子传奇 选演员是一波三折 那编剧则是一波四折 从公敏到赵文川 从方文兰到何其 再到夏祖辉 五位编剧从没坐在一椅上逃过 而是以接力的形式层层递进 隔着十来集就要换一班杆 而本计划三十集的作品 也被强行补了二十集 如果说这部剧之所以称为经典 还得是守卫编剧公敏的功劳 他一开始为该片奠定了基调 经天地气鬼神的爱情 以至于感染观众后 为后续胡妹娘等剧情买单 只可惜公敏仅完成了七集 得知剧组要加戏 他便愤然离职 赵文川接手后 明显与前几季的基调有些违和 慈悲为怀的白娘子 开始立于熏心 为官人的名利 毒害乞丐婆婆 甚至梁王府盗宝 这炫富的套路 也照着法海公报私仇 好在白娘子被震雷锋塔 范文栏这个开头 可以说是赚足着眼泪 不然胡妹娘的出现 就有些尴尬了 可据说是因为观众 不忍心看赵雅之暂别镜头 所以才以胡妹娘的身份出演 而本应该以彩音身份 在线的小青陈美琪 却因为档期问题 暂别了荧幕 以至于潜心修炼的小青 刚出山就被法案秒杀 引起了不少群愤 后二十集注水的成分就太大了 毫无经验的人物 以及不合理的时间线 都有些偏离的故事初衷 虽说许世林五步一跪 十步一败地迎来的大团圆 可原本恩爱的一对夫妻 却仅有三日夫妻之缘 最终的成仙成佛 真的是上果吗 尽管编剧四次接力 强行注水二十集 但剧组在彩景上 还是做足了功课 从杭州西湖 到南京基明寺 从镇江金山寺 到苏州影视城 外景几乎都是在内地实地拍摄 然而剧底的雷锋塔 却骗了我们二十多年 当初拍戏时 西湖的雷锋塔还没修复好 南京基明寺的钥匙佛塔 才勉为其难地 客串了一回雷锋塔 更可怜的是 法海金箔里的白蛇 和汽油G里的白龙马一样 都是刷了白鸡 在勉强上阵的 而剧里不少人物 都是现抓来的 英俊潇洒的张玉堂 是剧组里的厂务李秉化 因为长得帅气 才客串了张公子 而人人喊打的 蛤蟆镜王道长 却是剧组的大功臣 他承担了 全剧所有的武术指导 后来还在 《包新天 环珠格格》中 大展身手 动作戏没难怪演员 唱戏却成了 三大主演的噩梦 每到有唱戏的镜头 大家都要提前一小时 突击学习 尽管大家心里清楚 后期都需要配音的 但从练身段到学唱 没一个人偷懒 不仅他们三人没偷懒 整部戏一百多个演员 配音却仅有十二位 想偷懒不成 有时一个人配多个角色 有时几个人 共同配一个角色 或许当初大家太投入 都没听出来 有这么多相似的声音 更厉害的是 配音中还隐藏了一位大他 他就是周星驰的 御用配音 石斑鱼 他不仅为 大大咧咧的李公斧配音 还给千千公子张玉堂配音 甚至还为白斧等 十五个人配音 你就需要跟我师父 求取林芝仙草的白娘子 而白娘子和许芊的唱戏 都是庄慧如 一个人所配 导演真是把人用到了极致 再说这部剧里 十二首经典歌曲 都是作曲大师 左红元一人承包的 即便现如今看来 只值一毛钱的特效 当初隔着花着六万美元 才从国外引进的技术 而后无数个白娘子 谁能与赵雅之媲美呢 我是一销 关注我影视幕后 精彩不休